大家好 我是Timo 那終於來到關鍵的時間點 那關鍵時刻 花了兩年吧 這專案做了超過兩年 幾乎是三年的時間 一直都在GIMP跟大家 就是共同努力 那終於到了今年這個時間點 要跟大家說 我們要推出 APP 還有中介服務 大家知道中介服務 前一陣子應該都有看新聞 我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逃跑的話 只能得到一樣東西 如果你前進的話 可以得到兩樣東西 那是哪兩樣東西呢 你可以得到一個 新的中介應用層 跟新的APP 好 我很長期都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舊的BBS 過去十幾二十年 它因為程式語言的關係 因為開發版本的問題 因為當年的一些技術在 非常的難以在上面 開發新的功能 有諸多的限制 我們到處在找 哪些變數可以使用 哪些欄位可以使用 然後它的資料又存在哪裡 然後有哪些限制 所以我們沒辦法突破 那為了解決這樣子 根本的問題 我們有一個全新的方案 就是我們在前端跟後台中間 伸出一個新的中介應用層 那我們簡稱中台 對 那這個中介應用層呢 它提供中介的服務 應用服務 讓新版本的APP 可以直接使用現代化的API 直接連到我們的資料上面去 好 所以我們 決定往前進 然後得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新版本的APP 以及新的中介應用層 好 今天在這邊 就是要跟大家講 我們要公開這件事情了 而且我們也會對全站所有的 那個鄉民所有的 關心這個社群的人 講這件事情 我們要增100位測試人員 大家可以填這個表單 然後 呃 輸入邀請碼是 G0V53 為什麼是53呢 因為今天是 第53屆G0V的黑客松 對 那歡迎大家填這個表單 進去之後 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很多支手機 有一支手機 兩支手機 那請大家選一個 iOS或安卓 讓我們可以 比較順利的派送 那個 安卓的版本 或是 iOS的版本 給你 那增這個100位人員 增到了之後呢 我們測試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會使用測試的帳號 進行測試 派送給你APP之後 我們會派一個測試的帳號 你可以使用這個測試的帳號 在測試的站台進行測試 然後接下來 下一個目標 我們會在 讓你可以使用你本站 曾經有通過AOTP認證 以及通過那個 E-mail認證的帳號 把資料匯到測試站裡面 進行測試 最終 最終一個階段的目標 是正式站跟正式的APP 進行測試 對 我們會分階段來 逐步實現 一開始功能 可能不是這麼完善 可能會有些BUG 但我們終將會往前走 然後 會走到新的里程碑這樣子 那每個階段 會收集一段時間的建議回饋 我們又會開一個版 讓大家可以上去回報 我們遇到的一些問題 對 那可能會有三到六個月的時間 就是每個階段 會花費這樣的時間 好 所以我們終將會有一個 全新的社群 那 因為新的APP 帶來新的應用 我們會有一些新的變革 新的功能 以前做不好的資安 現在在新的APP上面 會努力去實踐它 以前我們想要符合的法規 但是技術上做不到 未來我們會逐步追向 更好更合規更安全的 國際都能接受的安全版本 好 感謝過去的社群貢獻者 那其實還可以列更多 未來希望可以把大家的名字都列在上面 謝謝大家幫忙 謝謝 謝謝第一毛的分享 現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